来看的是10名特征组新任检察官今天报到上任 他们将和两名留任的检察官继续侦办 包括首长特别飞案以及拉法业件案等135件案件 新任的特征组主任陈宏达表示 未来将会强调办案的精致度、妥适性以及定罪率 不但要无缝接轨更要加速推进 我们可能不只是要无缝接轨 我们还要加速推进 他是新任特征组主任陈宏达 未来他将率领两位留任的特征组检察官岳芳如与蔡秋明 还有新加入特征组的检察官 包括林峰文、张静峰、薛维平 而是三人也将分工担任分组组长 另外还有谢卫成、黄玉峰、郭永发、卢小云、柯一芬 陈锡柱等六位新任检察官 继续调查包括首长特别飞案与拉法业军舰弊案等等135件案件 并强化办案品质 将来特别会注重案件的一个精致度、妥适性以及定罪率 所谓案件的精致度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案件 我们会特别尊重程序正义 尤其严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陈宏达也表示各界关心的首长特别飞案 总计还有191位被告 特征组将会以之前最高法院对于马总统 市长特别飞案的见解作为侦办标准 陈宏达强调虽然特征组可说是大换血 但这批检察官不但年轻办案经验也很丰富 他相信他们很快就能进入轨道 让国人对特征组的信赖度更加提升 记者乡雄